澳門司警揭發有保安部隊成員 在社交網站Facebook開設多個帳戶 扮嬰無結識未成年的少女 有片對方交換拿照之後威脅她們性交 最年幼的受害人不夠14歲 澳門治安警察局星期二早上回應說 一直高度重視警務人員操守 對事件極度關注 已經下令各單位加強對人員的監督 以及已經作出嚴證的分事 重申不會容許違法違紀的行為 必定嚴肅處理和依法追究 涉案的22歲姓陳特警隊隊員 絕對不會姑息 治安警又透露除了刑事機關 對於姓陳的警員進行刑事程序之外 當局也都已經展開紀律調查 以及將涉案者停職 ONTV東網電視新聞台報導 以後 我們被告完